我第一個擁有再見營火蟲這個水果糖 應該是90年代中 再見營火蟲是一部卡通電影 地點發生在日本 時間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差不多打完的時候 挺有趣,拿著Kiss Lock錢包 裡面應該沒錢 這個小女兒叫做截子 她當時已經變成一個孤兒 她也有一個孤兒的契哥 就叫做青泰 青泰十四歲 截子只有兩歲 戰亂的時候,到處都沒有東西吃 還有周圍兵荒馬亂 當時世界很艱難 周圍都沒有東西吃,每個都這麼餓 怎麼會有人照顧這兩個孤兒呢? 最後這個小女兒就餓死了 雖然是餓著肚子 在電影裡面也有這些快樂場面 電影裡面出現的這個水果糖 就因為這個故事 重新包裝而變得好 太觸動人心了 有些人將這個 再見年火蟲的故事 就做了紋身 這個是一個紋身 太多人被這個故事感動 這個人的紋身就記錄了 這個哥哥倒這個水果糖 給妹妹吃的這一刻 這部電影實在令人太愛傷了 很多人都看到哭 根據這個台灣的三立新聞網 竟然這個妹妹是被她哥哥打死的 整件事就是說 這個十四歲的青太 她帶著妹妹截子 將以為名 但其實那個妹妹 就不是她的親生妹妹 試問一個小孩子 她只有十四歲 自己都發育 不夠吃 她怎麼會自己不吃 給妹妹吃呢? 由於她們應該是破碎家庭 她跟她是沒有直接血緣關係的 這位就是青太 是她自己把這件事說出來 可能由於良心紮鼻很不安樂 其實只有兩歲而已 兩歲其實 真的跟嬰兒差不多 生命很脆弱 那怎麼捱得我呢? 被她打了兩打就死了 充滿愛心的眼神都應該是虛構 因為青太說 她說截子是很喜歡哭 很喜歡扭計的 她說 一個星期之內就被她虐待死了 她自己當然是捱過了這個 戰亂的饑荒 在她三十四歲的時候 自己都生兒獄 當她看到自己小孩子天真的樣子 她就想起這個死了的契妹 自己吃飽了 有餘有正 才被這個妹妹 其實怎麼會有症呢? 所以這些場面可能都沒有存在過 只是劇情需要而已 編劇將整個劇情寫得很有感染力 本身這個故事已經淒涼到 真是難以想像 原來事實的真相可以給一個悲劇 更加淒涼 明智的水果糖歷史飲物都已經完了 快要停產 所以她現在一盒要炒到七十多元 現在只剩下一顆 本身裡面是有五眼綠色又不同味道 但其實味道真是麻麻 請你喜歡這個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